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圣依纳绝的灵修智语 6月19日 跟人谈论天主 即使是罪坏的人 都会因此获益良多 什么时候或面对什么对象 会让您想要和对方谈信仰 谈天主 在谈这些议题时 您会逐渐深入和对方谈 如何活出生命的意义 而不停留在讨论宗教的问题吗 当回顾彼此谈话的内容时 您会发现这次对话 帮助对方或帮助自己比较多 这句灵修智语 用了两个否定句 在了解内容时 需要脑筋转两次弯 即使是跟最糟糕的那种人 你不可能谈论天主 而不会让他因此获益良多 简单地说 您和任何人谈论天主 都可以让他获益良多 这句话在那个所有人都隶属于基督宗教信仰的背景下 人与人的对话 人与人的对话 谈来谈去都是这样的内容 但是现代的人不同 要和他人谈宗教 你如果不会察言观色 就会自讨没趣 而且以后 无论你说什么 他都不会听你的 所以心态要平衡 和他人谈信仰时 记得 要因人 因时 因地而质疑 但不必怕惧 在讲的时候 自然会有圣爱之神引导 只要记得圣依纳绝的名言 从他的门进去 让他有你的门出来 要不然 你会连门都没有 这里要讲的就是 你要尝试各种管道 和人分享天主 最重要的基础 是你和天主的关系 就是你的信念 因为如果你连这个 最基础的理念都没有 怎么能够把天主 传达给别人呢 所以你要有自信 我和天主的关系 会决定我和任何人 在任何情况下的互动 重点也在于 我的生命中 有没有天主 就像一位修会会士 或神职人员 他不需要穿会服 或戴罗马领 别人一看 就知道他是一个修道人 因为成于中 而心于外 每个人内心 都渴望超越 你是有内涵的人 接近你的人 就会得到好处 听说实际上了 可以 报道 五个人 这是招曲的 是有内涵的人 是ata 有内涵的人 感谢观看